笔记本是从09年读大学的时候一直使用下来的 也快12年了 整理的东西的时候看到比较念旧认为也可惜嘛 就想着有没有办法可以再利用 然后在网上你看有很多DIY屏幕改造的教程方法 再加上自己的一些想法以后就有了这样一个手工 从有这个想法到成品出来的话 我大概花了两天吧 也是利用业余时间去做的 我用的是8毫米的题目 用了大概将近4000块左右 其实自己喜欢做手工 把这样一份回应能够保存下来 我觉得就更加有意义